今天是個階段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怎麼做好發包 盡量追蹤 還有品檢煉貨這一段 我們在裝備製造業 其實會面對一個問題 是我的料少則五六百項 多則上千上萬 那如果東西我在一開始就進來 或是我的順序錯誤 造成急的不來來的不急 在第一時間我發現風險 就應該馬上針對這種風險 去做實質上面的儲值 所以我今天知道色變 我不用還要再花時間 還會溝通 哪邊要改哪邊不用改 在一個同樣的品格上面操作 我們就可以減少說 用口頭上面的溫度 那種時間浪費 沒錯